西方式学是学术主义历史哲学的兴起 首先得益于分析哲学的发展 后来直接引发的历史学术文研究的问题 主要有三个 覆盖率历史解释和英国关系 其中韩佩尔的贡献最大 它的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 一文有关三个上述问题的争论 对于历史哲学摆脱黑格式的思辨历史哲学 进而步入分析的历史哲学 具有重大意义 但历史哲学家 此时还没有知觉意识到历史叙述 历史叙述行为 历史文本与读者之间更为广泛的联系 也没有对科学历史解释的 核心观点科学一次进行反思 因此有关历史解释的讨论 不可能超越寻求科学解释方法的范围 分析的历史哲学家设想对历史